你可以看到这名黑色轿车的车主竟然是直接开了车窗之后 朝着窗外挥舞一把长达30公分的开山刀 当时只是因为行车纠纷 后车似乎是稍微挡了一下他的路 结果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直接就在红灯的时候 直接就把窗窝摇下来挥开山刀 其次还把车门给打开 当时还以为说他要直接来下车 没想到最后他还是开车的扬长而去 而事实上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这名黑色轿车的驾驶 疑似是闲前方的车子红灯左转的时候 开的真的是太慢了 因此不但是狂按将近快一分钟的喇叭 而最后开他改装车 响起很大声的排气声 直接操到前面去 原本以为说他要来逼车 他一度是把车给逼停之后 最后甚至在红绿灯的路口 直接就亮起开山刀 而且车上怎么会有长达30公分的开山刀 事实上目前为止警方透过监视器 车牌号码来进行追查 发现这名车主就是一名80年次 姓森的一名嫌犯住在炉竹 目前已经在通知他道案当中 只不过开车开在路上 没想到竟然被改装车的逼车 而且还被对方挥开山刀来嚇阻 事实上这个画面看着让人家十分惊恐 可以看到车主眼底的车子相当远不过警方 最后还在通过车牌号码 约谈车主道案来说明 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